大家好 我是三秒邪无为上岗 过去啊 我是聊过那么两期 关于那个莫斯科号沉默这件事情啊 然后关于莫斯科号 他所在的光荣及这个巡洋舰 很多人总说啊 他就算不沉 他也就是个摆设了 这军舰的舰领已经相当相当久了 对不对 这个老旧不堪 然后再说俄罗斯这个库子聂索夫 航空母舰 我也是做过节目的嘛 对不对 俄罗斯的库子聂索夫号航空母舰 算起来的年龄 对不对 是这个八十年代末服役的 到现在都已经多久了 对不对 你说这样的军舰这么老 能有战斗力吗 哎 这话其实也不全对啊 在海军这边啊 有比他们两个这个年纪大很多的军舰 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您就比如说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啊 首舰尼米兹号是1970年代开始服役的 那第二号舰埃森豪威尔 然后卡尔文森啊 这几艘舰 他的舰链都比那个就是莫斯科号啊 当然莫斯科号现在已经变成潜水性格了 以及这个库子聂索夫号要长 那这样的老军舰 他怎么就能保持战斗力呢 这不前一段时间 这个尼米兹号不是又去窜到那哪哪哪的吗 虽然号称某神秘大国 这什么什么一出 尼米兹吓得掉头就跑了 但是您开心就好 但是这些老军舰能够不断的升级保有战斗力啊 那可见啊 这个美帝这方面的老军舰跟俄国的那种不那么老的军舰比起来 那是两件事情 如果说美国的老军舰 它的衰老速度是1的话 那么俄国的这种中年军舰衰老速度就是个10 所以说70年代服役的尼米兹集啊 还在生龙活虎 这个80年代末 服役的库子聂索夫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然后那个莫斯科号就算他活着 也都离永垂不朽差远 有人说你不能这么说 三秒 这个尼米兹集 那它的这个航空母舰 它的舰载机在升级啊 你看一开始服役的时候 这F14不是还在吗 现在F14早都退役那么多年了 现在是F18了 那个战斗力是不是有提升 然后尼米兹号这样的一艘老舰 是美国海军第一架 第一艘能起降F35C这样的航空母舰 你看又闪电又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舰载机在更新啊 但是我想跟您说 除了舰载机在更新之外 这个航空母舰 它的整个的电子设备等等等等 都在更新 对吧 这个你想想70年代服役的航母 咱就不说70年代吧 您就说这个世纪之交那会儿 您想想那会儿的电脑是个什么水平 您想想现在的电脑是个什么水平 所以说这个航空母舰 每一次它出任务回来 软件能升级的 一定是尽量升级 而当它进入船屋大修的时候 尼米兹级的这个反应锥 跟辐射级有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反应锥是每隔几十年 是需要更换一次的 而就利用这次机会 对舰体很多的部件 去进行升级 咱们比如说 就说企业号吧 企业号 很简单 我说的是CVN65 不是CV6 早期服役的时候 它这个舰导上面设有一个大的圆锥体那样的玩意儿 对不对 后来这些东西全给取消了 就是舰导上面整个所有所有的东西都给换掉了 当然你要说这是电子技术 这是整个的软件技术 电脑技术 所有这些东西背后撑着的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军舰能够持续不断升级的这个可行性因素 包括我之前做过节目 讲过那个俄国苏俄电子工业的拉垮 不是俄国是苏联 有人说 苏联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就是电子设备落后于美国吗 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苏联的飞机 不就是电子设备落后于美国吗 其他部队也不差呀 你看那个苏联的坦克 不就是电子设备落后于西方吗 其他部比西方差呀 这个你看苏俄的军舰 也就是电子设备落后于西方吗 也就是这一招 哎呦 这个我大意了 没有闪 结果一个几个小青年 叫乔布斯 叫比尔盖茨来骗 来偷袭 我这几十岁的斯国安老同志 这好吗 这不好 绝对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这样 整个你会发现凡是需要靠个人材质 凡是需要自由这种氛围的一种行业啊 苏维埃无一例外的全部落后了 而且苏维埃他有这种优秀的这种工程师 他们设计的很多东西也是不为苏维埃所用的 这是从升级老军舰这样的可行性上来讲 第二升级老军舰这样的必要性 哎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知道吧 他就算打了胜仗啊 他不会说我们的军队是从这个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他也不会说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着美利坚的旗帜前进 美国军队永远不会这么说 打了败仗是要被检讨到裤子都被检讨下来 打了胜仗也是要被检讨的 对不对 你任何的演习 任何的这个打仗 甚至海外战争 你看上去是美国军队一边二岛的战争 美国人不满意 不行 航空母舰 舰载机出动的频率不好 对不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舰载机这机型太繁杂 能统一尽量统一 等等等等 你看美国人打败仗要反省 打胜仗也要反省 你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我怎么样尽可能的提升军队的效率 而这种老军舰 他升级 尤其是这种航空母舰 尽可能的统一调配 统一指挥 把这整个的指挥链条 后勤补给 这所有所有这些东西 能够怎么样做到 简化简化再简化 尼米兹 他服役的时候 F14 A4 F4 S3 A6 A7 这些飞机 您叔叔有多少 还有E2预警机 对不对 然后那个 现在你看 不是还有那个什么 到后来又有F FA18 顺便说一下 FA18大黄蜂啊 跟那个FA18EF 超级大黄蜂 其实已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飞机了 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后勤压力 有多大 对不对 我的个天 修F14的机师 再去修F18 整个整个的 那那就很不一样 那现在美国航母甲板上 除了F35 就一手的F18的改进机型 您看看这个对于空勤的压力 它的这种整个的负担 是不是要小很多 对吧 然后当然美国也觉得你你自己不好 那那个蒸汽弹射器太费淡水了 而且整个的这个军舰啊 它的这个动力分配并不是很合理 这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是军舰一开始设计时候的硬伤 这个没法改了 好 所以另起炉灶 福特级航空母舰 对不对 你米兹号如果退役 那么顶替它的是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 对不对 等着呢 就在这儿等着呢 所以说这美国老军舰啊 一般情况下 它能够服役个四五十年 一点都不稀奇 当时啊 那个小英号航空母舰的退役之前 所以小英号甚至都不是核东力航母 如果啊 您生活在世纪之交这段时间 您经常会在报纸上听到小英号的名字 当然您现在听到的是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那个就是很多人恨不得那个 脚踩华盛顿 全打尼米兹 那个样子 小英号当时他在21世纪头几年接近退役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呢 是美国除了宪法号那艘永远在意的老木格船 两百多年历史之外 小英号是服役时间最久的一艘军舰了 您说这个美国能够对老军舰能够不断的升级啊 这个必要性和可行性上都是做的相当好 当然你要再考虑另外一个因素 这俄国就算是想给这个军舰进行升级 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啊 您这升级军费能够百分之多少 真的用到升级上 别忘了贪腐这件事情啊 这俄国这种贪腐真的是啊 有人在嘲讽说美国空军 你看那一个马克杯多少多少钱 美国军队的贪腐简直烂透了 说您嘲笑美国军队的贪腐这件事情 您跟俄国这一比啊 对不对 这就是别人眼里有根刺 您这眼里有一个有一个那个粮物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完全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了 所以说这个俄国军舰就算想升级 可能到最后这个升级的费用 能有多少用在实处存你 而美国军舰升级 至少你能保证大部分经费 它真的是用在这个升级之上了 只不过升级到了后来 你会发现这个瓶颈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那美国他不得已忍痛造新军舰 当然这次乌俄战争 美国海军应该挺郁文的 对吧 诶 洛克希德马丁那边讲的好好的 还是波音讲的好好的 这种新型的这种反舰导弹 你看那个画面做的多炫酷 那个驱逐舰上发射 大黄蜂上发射 然后就怎么样绕过俄国军舰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盲区 然后去一下子击沉莫斯科号 这些都不用了 海王星就能把莫斯科号干掉 这无言小艇就能突袭塞瓦斯特波尔 我要福特级何用 我要牛米兹级何用 对吧 搞国人小艇是吧 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美国挺郁闷 不过还好 除了俄国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对吧 这个在海军这个方面很有精神 极其嚣张 然后对吧 觉得那个分分钟 这个美国的航母只要来了 就可以不用考虑回去这个问题了 对吧 真的是 这个美国的海军应该会挺开心 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假想的敌人 真的在搞事 当然不要联想 不要联想 总之这个做个小小的总结 美国老军舰这个升级 从可行性上讲 是有美国强大的电子工业 以及强大的这种造船 这种优化 这种加持 从必要性上讲 美国军队是有极强的反思能力 我打了胜仗 我哪里可以做的更好 这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去下一步改进的这种动力 你看你看这个不像某些情绪吗 你明明前线都打成那个样子了 还要去搞胜利日阅兵呢 还要乌拉呢 对不对 还说我们的这个行动正在按时进行 而且还嘴炮放着震天响 你这样的军队 你怎么指望对自己的这种老军舰进行升级呢 当然你要说这个 我说的是俄国啊 不要联系啊 你要说俄国有没有对自己的老装备进行升级 你有啊 那还不是为了外贸换你个钱吗 结果现在不是出口印度的T90 埃斯坦克被俄国自己给占了吗 嗯 这是这是什么行为 嗯 这是俄国行为 对吧 那总之必要性和可行性上讲 美国老军舰的升级 还是完全完全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说你就不要再说这个 库兹涅佐夫跟这个莫斯科 他们不行 是因为建林老了 你跟美国的尼米兹 跟埃斯河外 跟卡尔米兹 你比一比谁老啊 对不对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估计是老军舰不行 是俄国的老军舰真的就不行 而美国的老军舰很多还是能打的 行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点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